大家好,欢迎收看《同志一发文》,我是建平。 作为国内独立制作的公益杂志, 点GateSpot将会在本月底迎来他们的13期的出版物。 让我们在《同志一发文》上先一度为快吧。 点杂志创开于2007年是独立制作的公益读物。 迄今为止,点杂志共计推出《紫质》杂志13期, 每期一万册,发行覆盖全国五十余个城市。 电子杂志3期,总下载量超过十万。 通过文字和影像客观真实的报道和呈现 中国性少数人群在生活环境、社群发展、文化现象、 健康和权益等方面的现状和发展。 促进中国性少数人群改善和提高自我认同、健康、文化和权益意识。 反对歧视和偏见,促进社会公众认识和接纳性少数人群。 新一期的点杂志,故事内容丰富。 有着生气勃勃的春天气息,从同志朋友们关心的美容到旅游。 同时,大人物、小故事以及当今同志运动的点点滴滴的记录。 本期点杂志的封面人物故事是同志一凡人的创始人小刚。 点杂志的社长赵珂亲自采访和撰写了平凡人用影像发出自己的声音。 如果你没有机会来参加他们这个月底将要举办的杂志排队, 那就一定不要忘记登陆他们的网站,向他们所要一边来收藏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说我爱我恨我的痛苦跟你差不多, 只是我选择他生活是个男人在一起。